那么现在大家都非常的高度关注 就是这个事件究竟要如何来发展 那么现在在香港的情况呢 是包括像旺角还有像铜锣湾 那么这些地方呢 仍然还是有不少的群众 他们依旧不肯离去 那么镇报警察他们也出动镇报 当然引起了民众强烈的反弹 而立法院委员要求特首梁振英要下台负责 接下来情况如何演变 那么现在目前的最新状况 我们连线的记者李宗芳 宗芳听说 好的各位观众 七万港人上街争取真普选 经过一整夜的对峙呢 目前最新的情况是 香港警方是已经释出了 善意镇报警察是已经撤离了抗议现场 但是昨天夜间呢 警方的粗暴镇压 是已经引起舆论的踏伐 而就在这个时候呢 是有网友拍到了这个港警 全副武装的站在这个围栏之后 突然是伸手拉了一位这个婆婆的手臂 然后转成正面 跟着就朝着他眼睛喷这个胡椒喷雾的画面 尽管这个影片只有短短的十秒钟 但上传网屋之后简直是被骂到翻了 有网友呢 是直接的批评说 这些港警是你还有没有人性 这样对老人家你一定会下地狱 永不得好死 那这样的一个情绪的激愤呢 香港的立法院立法会呢也听到了 他们是直接是要求梁正英要下台负起责任 而截至目前为止呢 还是有上千的香港民众呢 是聚集在旺角铜锣湾以及金钟这三个地方来示威静坐 不肯撤离 而港警呢也在下午的时候呢 派出了谈判专家 要来游说游说这些示威者离开 不过截至目前并没有达到任何的效果 而由于现在还是个上班时间 人潮比起昨天晚间呢是少了一些 但今天下班之后 人群是否会再度集结呢 还要持续来观察 请锁定中天新闻频道 谢谢中方的连线报道 也带我们看到这一段 有网络上传最新的画面哦 那么就是一个婆婆呢 被港警转正面 结果呢就直接拿着这个喷雾来喷她哦 那么让她的眼睛受不了非常的痛 那么网民也因此痛骂了